这条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就是它的R平方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修改呢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指数有线性有对数 我们来看看所谓的一个R平方 就是说真实的数字距离线条的距离 您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用指数的话是不是更低 指数的话就是一个抛物线 然后对数就是取LOG LOG好像有上升一点点 可是真的只有一点点 那还有多像是 您会不会觉得最好是它画出一个拖浪状 拖浪 画出拖浪状是不是更好 对吧 我们到时候学那个R 用R来去写 画出这条线 我就是要画拖浪状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 相乘还有移动平均 你喜不喜欢这条线 至少看到现在你最喜欢移动平均吧 同意吗 好大部分同意都点头了 所以这个算法你要无怨无悔的要会算 可以哦 好那现在我们还是用以色雅来去算 它怎么算 这条线 移动平均 移动平均的话 它是 例如说周期是2 所谓周期是2的意思就是指说 它取这两期的平均值移动嘛 移动不是只看自己这个点 还包含其他点 所以移动 那平均平均就是两个数值加起来 除以2 那我们先看一下 两期你懂你才会懂三期啊 比如说我现在变成三期 变成四期 好当然了我们还是以两期 以两期来做一个计算 然后然后怎么样去算出这个数值 就是10月2010年4月那个数值是多少 方法不一样咯 算出来值也不一样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2008年2月才会有第一个移动平均值 为什么因为两期的平均所以 等于A B E R H E 刮胡这两格 ENTER 算到这边没问题吧 算到这边没有问题 那这一个怎么算 这个是不是用这两格来算 对吧 等于A B E R H E 刮胡这两格 ENTER 所以答案是什么 68.9个百万 可以吗 刚刚是不是有说 这里面这个数值算得比较精确 这个数值算得比较精确 各位应该可以接受 所以他算出来到时候比那个趋势线 我再加一条趋势线 请看一下 这个移动平均对不起没有公式也没有R平方 可是至少你看趋势线跟那些点的距离 实际数值的距离是比较接近的 对不对 重点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这个数值 这个趋势 他接下来他会再继续拉到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两个 这个趋势线 线性趋势线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移动平均会落在这个位置 可以吗 请看我游标的尖端 所以我只是刻意的要告诉你们这个概念 所以这两个数值使用不同的方法 会得到不一样的数值 你会比较相信哪一种方法 当然是移动平均 那移动平均的算法很简单 就是说他取出两格 取出两格 例如说我现在就实际算给你看好了 插入这个折线图 看得出来吗 这边 这边是不是下降 然后上升 然后下降 然后又开始上升 可以吗 是不是一起的走法 下降 应该没问题吧 我现在画的这条线叫做移动平均 所以你在报告的时候要怎么讲 要讲出好像感觉让别人听不懂 这就是好像学者最容易做的事情 他随便讲那个 反正他讲一讲我讲到复利业 哇 你们都学过了吧 复利业 那已经是成年晚事了 但是他就讲出来 反正你也听不懂 所以你就不会问了 没有人会想要问 听得懂 没有人会想要问 听不懂的东西 好 那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这样报告 我们现在用移动平均的统计回归方法 然后可以计算出来 2010年4月的预测值是68.9个百万 这样可以了解哦 然后请比如说制造部门准备好适当的一个库存 或者是销售部门对于客户的一个销售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数值 好 这是提供的门参考咯 请你们现在自己动手做一下 移动平均